好,這裏就問哪一個是最近public goods 最近public goods就是non-wiful-in-consumption 以及non-excludable-in-consumption in-consumption,一定要寫到in-consumption 這裏一組,這裏一組 好,看看哪個字 好,這個有音利,經常都喜歡音 加個public這個字,很多人都以為這是public goods 加這個public的字,這個字只不過是public ownership 即是政府擁有的,工種擁有的,不是私人擁有的 一個電話廳,自然就不是public goods 我正在用,你用不到的,我又可以妨礙你用,不讓你用 所以它就不是 Singing of 鄧麗君,即是一首歌唱的歌 自然就是,它會是public goods近似一點 唱的歌,如果你要播放的時候 在播放,旁邊都可以用它的方法去播放 不會限制到它 所以這個呢,就像是public goods 那,不然會分發到世界各地的時候 也很難再令歌曲分發不到 你說,都可以爭取的,好像有點牽強 沒錯,現在我們找到最接近 好,即是說,CD都不接近 Library當然不是public goods Library的使用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數量 對嗎 好,然後呢 亦都可以阻礙人用 Library public bridge 就是guided public 這個字 沙灘 是不是public goods 又是比較的 它找到最接近 留意一下這個字 就是找到最接近 有些都比較像的 不過呢 就看誰比較接近 那public goods 比較是vival 比起一首歌曲的話 始終你用 即是對比的 你用一個public goods 如果public goods很大 任何一個地區都差不多 那你就一個人用的時候 你不會阻礙別人的享受 但是你也可以爭辯 我睡在沙灘的 沙灘這麼長 我睡在這裡 那另一個人就睡不著 你也可以爭辯 所以它就是vival and consumption 所以比較起上來 比較起上來 B上來 D不太好 好了